这几个人找来一个巫婆玩招魂游戏 巫婆忽然全身颤抖倒了下去 刹那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 叫醒巫婆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巫婆说有什么东西来了 但大家不以为然 不过后面发生的事会印证巫婆没有说错 作家阿帅准备上楼接着写作 一道闪电划过 阿帅酒杯落地 他不是被电了 而是被吓了 因为他眼前忽然出现一个透明的女人 这透明的女人靠近他逐渐变得清晰 吓傻的阿帅发现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七年前已死的前妻 但这个前妻显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开始喋喋不休地埋怨阿帅 说自己只离开了一个周末 家里怎么全部变了样子 懵逼的阿帅提醒他 你已经死了七年了 前妻说你居然咒过 上去就要打阿帅 轮空了 两人同时看旁边的镜子 镜子里只有阿帅自己 吓得两人同时大叫起来 叫声惊动了阿帅楼下睡觉的现任妻子 他起身上楼准备看发生了什么事